全球首台超大容量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6月28号 在福建平潭完成吊桩 成为全球已建成的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电机组 此次完成吊桩的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 轮毂中心高度152米 约相当于一座52层大楼的高度 机舱发电机共重385吨 约相当于190台越野车的重量 叶片长123米 叶轮扫风面积约5万平方米 约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我们这台16兆瓦风机每转动一圈 可以产生34.2度的清洁绿色电缆 大概可以让一批挂式空调 连续工作30个小时以上 单台机组每年可输出超过6600万度清洁电缆 可节约标美2022吨减排二氧化弹5.4万吨 这次16兆瓦机组的成功吊桩 为五国今后海上风电大容量机组规划和应用打下基础 也为五国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绿色动能 据施工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16兆瓦风机机组尺寸大重量重 加之施工的平潭海域常年风高浪急 给吊桩作业带来诸多困难 福建海域目前为台风高发期 连续有效的尸空窗口机极其的有限 而16兆瓦超大容量分机 作为当前载舰的全世界最大的海上分离发电机组 也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 特别是此次吊桩的叶片长度为123米 它需要在152米的高空 通过高空指挥地面指挥的密切配合 将176颗42毫米的螺霜精准地对位近44毫米的螺霜孔 对精度的需求达到毫米级 为此我们先后几亿起稿最终确定了吊桩方案 同时呢在正式吊桩前 我们邀请了各方进行了桌面演练 并制定了一系列应急预案 另外呢我们还有白鹤汤这个分电安装的大国重器 来保障了16兆瓦超大容量机组的吊桩顺利完成 承担本次吊桩任务的白鹤汤号 是国内起吊能力最强 作业水深最深 可变载荷最大 甲板面积最大的自升自航式一体化风电安装平台 其升降系统 起重系统等核心装备 均实现了国产化 这次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安装任务 对风电安装船的性能要求极高 我们白鹤汤号 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风电安装船之一 它的四条装腿可以轻松的插入泥底 将船体抬升 使船体完全脱离水面 最大限度减少风浪对船体的影响 使失踪作业如履平地 全球首台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完成吊桩 标志着中国海上风电高端装备制造能力 深远海海上施工能力均实现重要突破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